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嘉恩欢迎你 每次我们三个人能够在一起分享都特别的开心 对 非常开心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就是对于宣教来说 我们谈到宣教的策略或者是宣教的方法 文化你要不要聊一聊你有什么样的心得 我想到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故事 我有一段时间常常跑偏乡的部落 然后在这个偏乡的部落里面 有一次我是一个很有洁癖的人 那所以我在我同工们都说我是狗屎侦测器 那我就跟他说小心小心 这边有狗大便 小心小心 好这个你千万不要踩到不要通了 踩到不要进来 对对对 踩到绝对不要 上你的车不要靠近我 结果 结果我就到一个这个偏乡的部落去 那这个偏乡的部落呢 他就养了很多的狗 那这个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狗的排泄物 那么我就 然后而且是那些小朋友是不以为意的 其实后来我就想想这可以明白 因为他们是做农作的 所以需要狗来保护他们的农作 第二个这些小朋友 爸爸妈妈他们都务农 所以其实也是需要有养宠物来陪伴他们 但是这个小朋友他们是不觉得怎么样 他们赤脚在这个广场上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那我在那个地方我就好小心 小心 捏手捏手 小心小心 后来突然之间 我在走路的时候突然神就跟我说话 我是去那个地方宣教 然后主就跟我说 你不喜欢就不要来 我也没有叫你来 然后那一瞬间我突然 主跟我说 我心里好惭愧 因为如果我们宣教的时候 我们是站在一种 我们高高在上 我们要去帮助他的角色 那是错误的 耶稣才不是这个样子 耶稣他从高天降到这个地上 而且他知道他从哪里来 他要往哪里去 他就弯下腰来为别人洗脚 所以耶稣成为服侍人的仆人 所以那个时候 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那一天 我得到很大的改变和吃饭 就是我就开始 我不知道为什么 开始爱狗的 我就坐在那个广场的地上 是绝对我之前不敢做的事情 我就在那个广场地下 看小朋友打篮球 然后跟他们一起玩 也从那个时候 只要我去到这个宣教乐场 人们给我什么 我就吃什么 我在什么样的环境 我就住什么样的环境 我都可以甘之如鱼 都可以非常地享受 而且真的去享受 这个很重要的环境 那我想到在宣教学里面 有这个三批的理论 这三批 第一个批叫Presence 就讲说我们 这个Presence 不是Presence of God 是讲这是我人的 人的Presence 就是说我要去宣教 那我要跟这个人同在 我要跟他做朋友 我要跟他建立关系 这个Presence是很重要 无论是说 个人的传福音 或者是宣教都是如此 我们需要有Presence 真的在那个环境里面 真的跟他们在一起 建立关系 建立友谊 第二个是Presence 是宣告神的话 我只是跟你做好朋友 好 那我生命很有见证 很有品格 你看到我生命很有见证 不一定你就信主了 我要宣讲神的话 我要Presence of God 我要Presence of God 好 那第三个 第三个很特别 叫Presence 叫说服 譬如说我宣讲了神的话 可是最后可能要说 你知道吗 你真的很需要耶稣基督 其实我们还是需要这个时候 你愿不愿意跟我做一个祷告 只有宣讲没有用 对 其实只有宣讲 如果你没有这个Presence 或者说我们知道 我们的属灵的老师 菲利牧师 他曾经说 他常常在讲到最后面 流着泪水 跟他说 劝他们 真的希望他们 接受耶稣基督 这是Presence 那其实我想要加上 另外两个P 就是第一 另外我要加上Presence 我们真的需要一直保持 好像刚刚我们所谈到的 我们对神的Presence 还有我们对这些人的Presence 我们对神 对人 对我们宣教和尚的 这个Presence很重要 他最后一个是Power 我觉得从圣灵来的Power 全能 全能的服饰 这个是很重要 像刚刚你说的 Heidi Baker在非洲 那个Power是临到 Heidi Baker自己本身的身上 也是借着他流到 当地墨山比克的那些 孤儿跟那些需要的人的身上 在他自己需要这个Power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在服饰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没有神给我们的力量 如果我们自己就可能 就软弱了 就没有力量了 可是我们也需要 把这个力量带到 我们宣教的人身上 我回忆你这个 第一个P跟最后的Presence 同在同行陪伴 跟Power能力 因为我的属灵老师 Felie Manduva 他说你去想想看 为什么耶稣所受的鞭伤 我们会得医治 这个鞭伤是问 是伤 对 医好一个人 不是应该是药 是纱布 是手术 一个伤怎么会得 使人得医治呢 那用熟灵 为什么不是 耶稣的大能是我们的医治 所以他进一步讲说 如果你能够想通这个 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想通的话 你的医治事工 神迹奇事会进步 或者到第二天吃饭 他忍不住 他就解答了 我想说你才隔几天 你就已经想通了 敬佩 今天来举新的 他说神可以用他的能力 直接医治这些人 可是耶稣他自己经历了鞭伤 荆棘王冠吃在头骨里面 血流满面 然后皮开肉绽 所以他更深入地知道 一个人生病 身体受伤的感受 他为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一切 所以当神的能力临到一个人 他得医治的时候 上帝不只是想要医治 他的身体的疾病 他也希望他的生命 因为认识这一位 与他同行同礼陪伴的耶稣 曾经经历过 他所经历这些所有的痛苦 这位耶稣的爱的触摸 所以他的生命 他跟主同行的关系也能够改变 所以你身为一个医治不到家 你不能只是期待说神的能力临到这些人 今天有什么病 什么病 什么病而已 你需要更进一步地希望 把神的爱跟同在 服侍在这个聚会里面的人 好让他不但身体都要医治 他的生命可以被改变 他可以很深地 因为认识这一位 与我们同行 经历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软弱 这位耶稣的爱 他的生命可以被改变 我也听过那些在医治不到会当中 没有得医治的人 可是却很深地被神的爱触摸 而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主 然后之后才经历到医治 对 真的是很奇妙 我想我们谈到宣教 其实我们也来聊一聊 因为对于有宣教负担的弟兄姐妹 其实越来越多 那当然可是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宣教这一方面的教导上面 其实在教会里面 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多 或者是说 如果有一个年轻人他说 光华哥 我觉得我对宣教有负担 我觉得神好像要呼召 我在宣教这一方面 我到底现在需要怎么样做 才可以预备好我成为一个宣教士 或者怎么样能够预备 我走这个宣教的道路 你们怎么想 我们刚刚讲到爱 因为我们爱 所以愿意去付出去给 所以爱灵魂我觉得是最基本的 你不太可能不爱灵魂 不爱传福音 但是爱宣教 这是乖乖 对 那接下来信旺爱 我觉得再来是信 因为你看很会讲 跨文化宣教的事工 他都要讲信心 为什么 因为很现实的 因为 陈护照我去日本宣教 那我去那边 我会不会没饭吃 我怎么样养活的家人 我遇到危险的时候怎么办 我到时候事工做不出来 那个这里的人太刚硬 我没有办法突破怎么办 这一切都是需要信心的 在前线遇到属灵的攻击 然后这开路 迷路了 走错了 这边就开到山崖 那时候是需要信心的 所以信心是一个 超自然的信心 是一个根基 那我会觉得 我喜欢用 我写出来的一个 关于宣教的迷思 七个部 来做一个 大家的思考的一个反思反省 然后来打破一些框架 因为我第一个部 我会会说 不一定是专职宣教士 也就是说 不是名片拿出来 叉叉叉宣教士 然后从某某宣教学院 然后有个学 对 因为很可能你身上有宣教呼召 宣教的恩高 可是它的彰显表现是 你大三的时候被 学校一个交换学生的 Program到大西北的 内地的一个 中国的大学 读书一年 是这样呈现 也许你是一个 IT资讯的主管 老板派你去 伊拉克开拓业务 可能是这样呈现 所以不一定是专职的宣教 有的时候反而 专职的名片拿出来 是宣教士你就惨了 有一些地方 其实坦白讲说真的 现在的宣教的趋势 其实是代职宣教 或者是所谓的职场的 代职场的这样一个身份 其实是比较容易 进到一些所谓的 宣教的合场 然后我想讲第二个步是说 不要让没有念过神学院 成为一个门槛或借口 当然最好你有能够得到 你所可以得到的 最好的训练 但是为什么我说要打破这个 一个框架或借口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好 那既然我想宣教 好 那我要先大学毕业 接下来进到一个神学院 然后等到我毕业以后 加入个拆会 拆会在看哪里有需要 在做matching 就是看哪里有缺 然后最后我就去 那经历了这个 一路上这些 我们设的门槛 最后这些人就没去了 可是别忘了 宣教合场有的时候 需要的不是去讲道 是 是 是 他不是真的需要一个全职的传道人的这样的 对 像整整说过一个故事 他们宣教师有的时候 他需要一些其他的周边的协助 在合场上 可能你去是帮宣教师的孩子教中文 有不同的任务 有时候我们像我在西克的工作 事实上我们需要一个人去做行政管理 还有我们那个顾问院的仿色需要汽油漆 我们需要美术教育 艺术教育 你有神学院最好 但是你没有的不是借口吗 我跟你分享 我有一次去到海地贝克的 在墨山比克的那个 他的宣教基地 我就发现他那边有小学 然后有教会 然后有小型的医院 然后有圣经学院 然后有很多不同的这些的单位在当中 然后他大部分的宣教师 其实他们在做的 就跟他们在美国 或者是在加拿大 或者是在台湾所做的 其实因为他所需要的一个事工 比如说我们来思想一下 有一个教会 教会他需要的同工 不只是传道人对不对 他的整个的事工的发展跟经营 跟很多的事 其实是需要专业的 包括行政 包括很多 所以我看到很多的是退休组 是那种六七十岁的 我之前去到他们的生气学院里面教课 那跟我在Email上面互动的那个人 我去到现场才发现 他们其实是七十 快七十岁了 的一对夫妇 所以他们等于他们退休完之后 发现对宣教是有负担的 所以他们就用他们的专业 其实到宣教的合场当中 他们可能不会自己教课 可能不会自己讲道 但是他们其实在做宣教的工作 因为他们让海地备课 可以更多的去做神 要他做的那一块 关于嘉恩刚刚讲说这两个 就是说不一定要是专职的宣教士 不一定要从神学院毕业 其实我们回到Mission 宣教这个字 Mission来看 其实神学上面我们 这个Mission这个字叫宣教 又叫使命 神学上我们有叫做文化的使命 跟福音的使命 其实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面 有文化的使命 也有福音的使命 福音的使命当然就是带灵魂 能够得救 这是福音的使命 可是其实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去别的地方做宣教是 很多时候我们也扮演着文化的使命 譬如说在那个地方盖学校 或在那个地方设立医院 或是在那个地方去改变他们的社会 去促进他们的经济发展 这些都是一个文化的使命 所以当然如果我们去那个地方 我们做文化使命 我们去办教育 去办医疗 去做公益的事情 去发展他们的经济 其实这也都是文化的使命 最好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去做文化使命的同时 也能够带着福音的使命 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能够在当地真的带来生命的改变 跟社会文化的改变 层次是非常非常重要 突破刚才你讲的这两个思维 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我们的逻辑是 宣教士是那些 第一个被蒙召作全职服侍主的人 读完神学院之后的一群传道人 然后被分别出来做宣教的工作 那说真的 已经是那个比例当中的 百分之一的百分之一 所以其实他不是 他逻辑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 其实因为宣教的项目太广 不是只是过去的那种思维 就是要去然后建立 因为我们其实还是在一个 建立教会的一个思维的理念 或者是传讲神的福音 讲道 然后牧养的这种思维 其实宣教的范围 跟项目已经跟过去很不一样 其实我们都忘记一件事情 这个嘉恩他就不是专业的宣教士 他也没有读过圣学 可是说真的 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宣教士 而且带出很大的影响力 对 然后第三个我想到的是 布是不要戴帽子 就是说帽子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范围 比如说我去过太北 然后现在我就是太北宣教士 所以从此教会在讨论太北事工 开太北研讨会 你们怎么没邀我 是太北专家 你们要讨论太北了 怎么没有 我是专家 这个帽子就是设定范围 另外一种就是说 我小时候做梦梦到中国 神舟故土常常让我魂牵梦营 为中国人流泪流泪流泪 然后我会有个机会说 派你去伊拉克 没有没有 我是中国宣教士 去伊拉克跟他有什么关系 但事实上有可能 上帝先派你去伊拉克 工作两年 接受宣教士的训练 最后你最终 中国是你的训道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被神带领 要有一个弹性 就是不要有这么多 那另外一个是说 不一定是要做大的事工 因为我发现很多宣教士 他们的那个代导信 常常喜欢写 我这个礼拜又开了一个部导会 我们的儿童主流学 现在有30人 好像有点压力 因为有的时候 需要有人奉献 总是要有点数字跟成绩 那其实在神的国度 真的我们到审判台前 我们才知道说 你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做成 但是也许你成就了一个 下一代的一个伟大的 那个国家的领袖或部导家 其实也许神没有呼召你成为一个大事工的一个开展者 但是祂让你成为一个 一个开端的人 但是我就要想到一个 我们昨天听到一个很美的故事 就是在中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会领袖 他影响了很多人 然后他告诉我这个故事说 他怎么信主的呢 是在台湾一个中南部的一个弟兄 是当年他还没有信主以前 他们是吃喝玩乐酒肉朋友 那这个台湾的这位 中南部的这位 他是一个黑道大哥 然后等于是 他是在生病的过程当中信主的 他生了绝症以后 他就一直想要跟他这个 在中国这个好友传福音传福音 但是他那时候已经 冰如高荒已经是绝症 最后一个连飞都没有办法飞 就是一直打电话说 我要去找你 那这位大陆领袖呢 他知道说 他以前这个酒肉朋友 现在信主 所以每当他打来 就是说他大概又要来 比我信耶稣 所以他就一直 一直逃避逃避 最后呢 这一个 这个信主的台湾的中南部的大哥 最终没有成行 他就过世了 然后这位大陆朋友 他来到太平间 他想起他这个朋友生前 这么想把福音传给他 他就信了 后来这个大陆朋友 他在大陆 成就很大的事工 非常有影响力 他的教会有很多很多 有影响力的人 他特地 过了十年之后 特地来到中南部这地方 来到他的墓碑前面 要看看他跟他的家 他一看到那个墓碑 上面写的话 他流下眼泪 之后他已经 那个墓碑上面写了一个经文 是说 他已经洗了世上劳苦 但他的工作的果效 依然存留 那这位大陆领袖 他知道那个经文是对他讲的 因为包括他信主 还有他现在在中国 所带领的整个 是这一个的绝症的黑道大哥 他的国效 这个人其实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大事 他可能他在屏东的一个小教会聚会 他的牧师可能也从来不觉得说 这个人也就是 曾经为上帝做过什么大事 可是到了天上 我相信他的奖赏是大的 因为间接他促成了 在中国的这么多的果子 那只有在站在神的面前 我们才知道 我们从他那边得奖 所以不一定要做大事 但是也许神呼召你去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帮助者 一个开启者 这是第几个部了 第四个部 然后另外一个部呢 我想要讲的是说 不一定是一辈子 对 真的是阶段性的 我觉得神呼召我去洗飞三年 那个工作现在交给当地人 反而我在那边一辈子 拦住了他们 对 被兴起 对 他们现在都接手 对 所以神也是有一些 阶段性的任务 对 然後不要回来以后 就觉得你的工作结束了 因为我回来以后 我发现说我需要一直去 为他们 关心他们 然后去宣扬 这个关心起飞的这个任务 去为他们去到处去走动 然后带领人资源过去 然后让更多人了解 那边前线的需求 所以我的工作是不会 因为我离开那边结束的 但是还有一个部 不一定是一个机构 但是呢 你需要家人 属灵的家人 这个意思是说 即使你在一个机构裁判 你也有可能 你没有把他们当家人 在支持你 但是虽然你没有一个机构 加入一个正式的头衔 但是你有一个属灵的家人 你的地方教会 你的亲朋好友 你的属灵的同伴 他们可以继续关心你 真诚地为你祷告 在你需要的时候支持你 你会觉得说 这些人认识我 我在他们面前 是非常有安全感的 今天我怎么样 他们一定会挺我 甚至我不告诉他们 我在前线危机的时候 上帝都会自动感动他们 半夜醒来都为我带倒 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 属灵的家人 甚至胜过一个机构 所以这些步是要去打破 我们思想里面的框架 那我相信 所以我们的预备 就是扣在这里面 你需要接受装备 你需要有专业的技能 然后你要需要对这些 派认是敞开的 然后你需要建立属灵的家人 委身在地方教会 有些人常常一起祷告 然后你需要学习 你不是一个好像 常常想去证明自己 在服饰上有很多的果子的 你不是要印象 你不是要使人 得到别人眼目的肯定 所以我宁愿成为 你说我宁愿成为一个小钥匙 开启很多门 让别人去 进去 你是一个帮助者 不是一个 然后你要有 对神的带领有弹性 不要戴一个帽子 然后不一定是一辈子 是一个过程 所以你愿意把你人生的 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过程的脚步 都交在神的手中 让祂来带领来使用 你知道你自己的人 是你的根不在地上 是在天上 然后你有一个真实的悔改 知道说我们从天上来有使命 那我觉得你 然后你有信心 你有对灵魂的爱 我觉得你就是一个上帝的手 可以随时使用的旗 就是单愿神的手在我们的身上 然后不是这个旗下不动 因为它很刚硬 它有很多框架 那你就换别科旗去完成这个使命 但是我们是单愿我们都是 神的手可以随时在我们身上运行 然后自动的 自由的下旗的这一个 神国度的一个旗子 严家医生跟我们分享了七个不 七个no 而这七个no其实要导向的是一个yes 是你要对宣教说 是 主我在这里 请你拆遣我 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 也欢迎你在网络上面 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共享观点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